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彻底颠覆永不能赢的金钱游戏规则 让你耳目一新的丰盛法则 罗伯特·沙因菲尔德著 胡瑶义 复录 把火升起后 你会添加柴火 让火焰越烧越旺 我通过现场活动和转变的自学系统这本书 与大家分享从金钱游戏中彻底解脱的教学内容 我还会建议或提供特定资源 支持学员进行第二阶段的旅程 在此 我想把这些资源给你 作为现在或不久后 你内在火焰之助燃柴火 我把资源分为七大类 一 重点 二 电影与电视节目 三 书籍 四 现场活动 五 转变的自学系统 六 指导课程 七 获得最新消息 重点 在整本书里 我不时强调自己说的重点 因为这些重点是彻底解脱流程的核心基础 如果你想获得所有重点的一栏表 可以自行打印或制作成放于皮夹内的提醒卡 或放在身边提醒自己真相为何 或做其他用途 支持你进行人性游戏的旅程 电影与电视节目 在整合新构想时 要说明新的思考方式或新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什么模样 我发现如果有视觉案例就很有帮助 因此 我建议大家看看下面这几部电影和电视节目 电影 《楚门的世界》 The Truman Show 我在本书里不时把人性游戏比喻成一部电影 这个比喻有多么正确 多么深入 从电影《楚门的世界》 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视觉诠释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部片子 最近或很久以前 你不妨从现在所知的角度再看一遍 这部影片的主角《楚门》由金凯瑞扮演 电影中还有许多男女演员 导演和电视节目工作人员 《楚门》 导演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涉及操控 自我控制等问题 并不适合说明你与大我的关系 撇开那些不正确的部分 不去注意它们 享受电影其他部分的情节吧 在这部电影中 有许多事适合说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这个概念 不知道自己在电影中 大我如何筹划一切 让全息途中出现场景 来支持你进行你的旅程 你看到的每个人 只是依照剧本要求行事的演员等等 电影《梦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 由男影星凯文·科斯特纳主演 这部电影的内容 对我在本书讨论的许多概念 做了绝佳诠释 这些概念包括 跟随内在指引的重要性 不管这个指引可能多么不合理或疯狂 不管你在全息途中看到会遇到多少阻挠 还是要跟随你内在的指引 相信自己 也相信自己令人敬畏的力量 当你完成前面两个步骤 随时进入你的无限丰盛状态 即使不合逻辑 也要随时接受无论出自何处的丰盛 电影《国家宝藏》 National Treasure 我说过 说回力量和从金钱游戏中彻底解脱的流程 就是百年寻宝之旅 大我会给你提供线索 帮助你根据线索最后找到宝藏 寻宝过程中 有时你会觉得困惑 生气 失望 或想放弃 你最终会发现你的宝藏 但是你必须全心全意 有毅力 勤奋不懈 就像尼古拉斯凯奇 在电影《国家宝藏》中的角色那样 根据自己的线索 寻找自己的宝藏 这部电影循序渐进地说明这一切 而且从那个观点来看 相当有说服力 电影《致命游戏》 The Game 要震撼你的体系 摆脱具有信念 并接触到真正自我的真相 知道事情的真正运行方式 了解自己其实多有力量 清楚大我一定会通过极端强烈的体验来支持你 电影《致命游戏》的情节 就是让你惊讶地陷入这种状态 要让那些体验具有效力 演员必须扮演好角色 说服你相信他们 和他们帮助你塑造的体验都是真的 由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这部电影 说明了这些概念 我必须提醒你 这部电影相当激烈 有些情节甚至阴暗邪恶 但是观赏电影中发生的事 并感受整个能量的移动 将对你进行第二阶段旅程有帮助 电影《黑客帝国》 The Matrix 你必须把这部电影中 有关第一阶段的情节去掉 但是观赏这部片子对你很有帮助 尤其是其中 莫菲斯和尼欧两个角色最早的对话 用证据说明为何一切其实都是幻象 你也可以把尼欧发现真相 觉醒成为救世主和展现更高的 觉知和力量的旅程 与你在第二阶段的旅程和洋溢相比 电影 易思源骇客 The 13th Floor 你也要将电影中有关第一阶段的情节去掉 不过观看这部电影对你很有帮助 你会了解全息图有多么真实 以及通过体验全息图 可以多么真实地产生傲因素 电影 我们到底知道什么 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 这部电影中有关第一阶段的情节 也请你忽略掉 电影中对你最有帮助的部分 是与科学家的访谈 你会更加了解原来我们经历的一切 都是意识创造的幻想 戴尔·齐哈里是用玻璃作为创意媒介 最前卫也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 在这套数字光盘中 你会看到实力再三说明 过着金钱与生活无关的日子 及生活在创造的狂喜中 究竟是什么情景 专心致志 并去做带给你最大喜悦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套光盘极具说服力 你也会看到 它曲折离奇的人生 是如何时时刻刻 支持齐哈里 达到这么惊人的状态 并尽情挥洒人生的 电视剧 星际迷航记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这部播映长达七年的电视连续剧 对于第二阶段的概念 做了丰富和具体的诠释 第一阶段或多或少有些失真 如果你喜欢科幻片 那么购买整套影集 在想看时就看 是很划算的 至少你可以浏览下列网页 留意有全息体验仓的那几集 把它们多看几遍 你就知道全息图可能做到什么 这部连续剧中还有一位人物叫做Q 他是由神的种族组成的连续体的成员 你可以参考下列网页 了解有Q出现的那几集 尽可能多看几次 你就会知道无拘无束的 在人性游戏乐园中玩耍的情景 Q这个角色很喜欢恶作剧 并不是第二阶段生活情景的绝佳诠释 但是看到Q运行无限力量 对你是有帮助的 书籍 疗愈场 The Field 林内·麦克塔格特著 这本书概括了有关能量场的最新研究 包括能量是什么 如何运行能量 及相关科学研究 这是一本专业书籍 对某些人来说比较艰色难懂 不过如果你想对本书提及的科学根据 有更多的了解 这本书是相当宝贵的资源 全息的宇宙 The Holographic Universe 麦克尔·塔尔伯特著 这本书既好看又有趣 内文深入探讨全息图这个隐喻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全息图及我们称为 现实世界的非现实层面的相关故事与实例 我强烈推荐你马上买一本刊 Q角色的相关书籍 除了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记》中 有Q出现的情节 还有一系列丛述对你有帮助 在本书第十三章中 我谈到无拘无束的人性游戏 以及去创造没有人想过的游戏 我的朋友麦克多诺很了不起 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第二阶段游戏 但是他的例子刚好阐述 设计出没有人想过的游戏 麦克多诺写的《摇篮到摇篮》 摘述他参与的许多专案 对你会有帮助和启发 《摇篮到摇篮》这本书 一开始巧妙地说明第一阶段的限制 其他部分则描述作者创造自己要进行的新游戏 《摇篮到摇篮》所用的纸张 也体现出作者正在进行一场 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游戏呢 现场活动 或许你有兴趣参加 或建议别人参加 由我举办的下列现场活动 我在这类活动中将证实或补充 你从这本书获得的资讯 从金钱游戏中彻底解脱 从情绪游戏中彻底解脱 从关系游戏中彻底解脱 意识商学院 从身体游戏中彻底解脱 这些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细节 与时间表将不定期地公布 转变的自学系统 或许你有兴趣订购 我从现场活动中精心挑选 会编出可让你在家自修的 转变的自学系统 你也可以把这些方法 推荐给你认识或你关心的人 从金钱游戏中彻底解脱 从情绪游戏中彻底解脱 我也会定期地发表 其他转变的自学系统 指导课程 另外我为进行第二阶段旅程时 想获得个别指导的人 提供指导课程 这类课程分成团体课程和一对一课程 从第二阶段的观点来说 当你参加这类指导课程时 我就是你的创造物 通过我你可以直接跟大我对话 告诉自己那些你很想听 但宁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的话 我刚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时 也有一位教练帮助我 我发现那是我最特别的经验之一 也是我的旅程中相当宝贵的经验 获得最新消息 如果你想获得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收到我不定期即发的电子邮件 请访问下列网站 并点击跳出的对话框 网站 bobshinefield.com 1.0